我也好想对丁辉说 才29岁 后面路还长着呢 对 其实这两组有个共同点 就是都有两个被约谈的实习生 一组是有泽灵 一组是有丁辉 而他们两个在情绪上 都有一定的被这个约谈影响 对 比如说像泽灵 其实一开始很低气 在车上 尹飞就非常敏感地注意到 说我从来没有见你这么紧张过 不断鼓励他 对吧 而丁辉呢从前面来讲 他算是比较 情绪能够比较稳定的 一直在输出 但是他也在中间提出一个主意 而且一轩条件反射的有一个否认 而在这个情绪下呢 其实丁辉有一点小小的爆发 很短 他马上用自己理智拉回来 而且不断地在跟一轩先有道歉 然后还有缓和 最后还有和解 就是其实大家情绪都有一定的波动 因为丁辉的压力太大 他的压力是从一开始伴随到现在 这是他最后一步 他们两个其实一轩跟丁辉不太一样的方式是 一轩可能解决问题非常直接 他经常是可能嘴比脑子还快 他后面也说我刚才太急了 我刚才太急了 但他说的时候其实非常快 不用不用真的不用 而且他对自己的认知非常清晰 我知道我的问题在哪 但我就是不想改 反正社会会用毒打来扬不开 我觉得他其实跟我小时候特别像 我小时候就讲过一模一样的话 就是我就是知道我这样怎么样呢 我就是不敢 但实际上就是生活还是会暴击你的 这是一个事实 是真的会暴击的 真的会暴击你的 确实人的性格要大变 必须是受到严重的挫折之后 你才意识到说我这样是不行的 我觉得一轩可爱的点就是 如果当成生活暴击 他的时候他是 哦 来了 我要改了 对 就他是一个很喜欢自己的人 我们这种个性的人 我也是这样的人 就是会要享受我自己的个性 带来的欢乐 自由这些东西 那像这种很爱自己的小孩 知道自己有时候会伤害到别人吗 知道的 那他会在乎吗 就是我们通常会嘴硬 会表达我们不在乎 但实际上我们还是会在乎的 一轩是非常在乎周围的人的反馈的 或者嘴硬 对 他跟别人说话的时候 经常他要做出漫不经心的样子 他每次回答就非常到位 他的脑子在别人那 但是他要装出我是在漫不经心的 他是在于身边的人 要不然你看他哭的那次哭的 跟张点娜在一块的时候 哇 那个崩溃的 永远把自己树立一个特别 无间不摧的形象 那么其实我觉得丁慧是表达了 一个很大的一个羡慕 在丁慧眼中 可能朱一轩这个年级的孩子 可能有更多的错的资本 因为还小 一切都有可能 你要像咱们这个年龄 错买几件衣服 大小不合适 颜色不对 一穿上发现不是自己想要的 这个可以承担得了 但是什么样的错 是我们承担不了 但他们可以承担得了 就是关乎到你的人生的责任问题 当随着你的成长 你要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的时候 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 你能够试怎样的错 你就必须谨慎了 跟你孤身一人的时候 有一堆现实的问题在的 我们通常认为 年轻人更容易站起来 因为年轻人身上 带着负担比较少 但实际上 它就是跟你的承受能力有关 如果你经得起 不断地试错 就在不断错了之后 你还能给自己 再站起来的力量跟勇气 我觉得这就跟年龄无关了 徐律你觉得丁辉 真正羡慕朱一轩的原因是什么 丁辉的我的感觉就是 到了这个年纪 他自我感觉选择的 其他可能性的机会不多了 但是对一轩而言 所有的事情都刚刚开始 我觉得他是羡慕他这个开始 但往往在开始阶段的人 是不知道自己是在开始 他们总觉得周围的成年人 或者年长一点的人说 哎呀好羡慕你们年轻 是一种客套话 他并不知道自己 到底拥有多大的产品 丁辰好羡慕你年轻啊 好年轻啊 你好年轻啊 血套 如果要跟我互换人生 就此刻我们变成彼此 你愿意吗 愿意啊 愿意 来来台本给你 来我坐过来 范老师我们下面流程是什么 我觉得今天可以到这里了 哈哈哈哈 说得好 呜 就这么近了 哈哈 现在可以老师 他在这个位置 他变成我之后说了 我一直想说不敢说的话 哈哈哈哈 就这样 下面这一段完了之后 我们就要做出今天的第二个猜测了 然后就要亮灯了 好不好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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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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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